铁达尼号观光潜艇泰坦号18号失联 救援行动全球关注 但终究没等来好消息 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当地时间22号宣布 深海机器人在海面下4000公尺 距离铁达尼号沉船船船手 约488公尺处 已经发现泰坦号潜水器的残骸 6.7公尺长的泰坦号在海中解体 碎片场中有5块主要破碎残骸 包括锥撞尾部和奈压船体的前端和后端 尾锥和着陆架分离 显示潜水器应该是炸开解体 符合灾难性内爆迹象 舱内5人被认定全属罹难 目前还不清楚潜水器内爆发生的确切时间点 但外媒挖出过去片段 殖疑泰坦号有可能是靠超阳春的游戏机手把控制 海洋之门探险公司执行长拉许也在出示的泰坦号上 过去他曾受访表示自家潜水器用经过改装的游戏手把操控 网络上一般售价约美金49.99元 折合台币1500多 但这回出示泰坦号是否也用这款手把官方没有证实 另外泰坦号没有经过适当测试 就采用碳纤维制作船体潜水器前部室窗使用的玻璃 通常也只被用在1300公尺的深度 被批评透攻减刀程度令人震惊 记得综合报道